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10万的频道 话说洛基的扮演者Tom Hiddleston 从29岁起第一次出演洛基 到这部影集上映时已经40岁了 整整过去了10年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洛基在荧幕上出现的镜头 加起来还不到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Tom仅用了两个小时的精湛表演 就塑造出了这个无法替代的经典角色 他将人生中最重要的10年都奉献给了这个角色 到此为止 洛基也是唯一一位获得漫威官方承认 拥有反派、反英雄和超级英雄并存头鞋的角色 漫威为洛基精心制作的这部长达6小时的影集 让观众们看到了在电影中无法了解到的洛基的另一面 在影集中更是穿插了无数个精心设计的小细节 让人兴奋的是 十万的这次观看 不但解答了许多以前留下来的疑问 甚至有一些连十万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 你绝对不会后悔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答疑解惑之旅吧 首先 十万在这部影集中的最后一集 发现了一个细节 他解释了初次观看影集时的一个最大疑问 那就是这座城堡和里面的一切 不知为什么 怎么看它都像是被拼接起来的一样 当时很多朋友 包括十万 第一反应就是 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导致整座城堡支离破碎 直到后来才被重新拼接起来 但现在十万想说的是 事实并非如此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城堡本身是用这块陨石雕刻出来的 换句话说建造这座城堡的材料 源自这块陨石 而陨石上本来就带有这一条条 不规则的金色条纹 所以才会让城堡看起来像是被拼接过似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被导演组设计的 目的是让这座城堡看起来更加神秘 这样才能烘托出那位即将登场的大人物 那么同样有陨石材料制成的 还有Rovona房间中的这三座雕像 这三座雕像也可以说是Rovona曾经的信仰 在这里Rovona注视着桌面上的背影 整个人好像停滞了片刻 这一幕意义很深 要知道在此之前 她并不知道这三名时间管理者 其实是某人的傀儡 因此在得知真相后 原有的信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就像Sylvie所说的这样 所以她发誓要找出真相 而就在这一刻 她猛然醒悟 时间其实就像茶杯 烙在桌子上的印记一样 一旦发生 不管你怎么消除 都无法改变她的存在 这个朋友 这个人 这一切曾经都存在过的事实 也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当她离开时 对Mobius说道 这是在呼应之前 她曾说过的另外一句话 同时也在暗示 接下来 她必定也会踏上 女洛基Sylvie 曾经走过的那条路 去寻找那名幕后黑手 我们接着看到 当Sylvie和洛基 刚进入城堡内部 就遇到了时间小姐 这里的这个细节 看似与剧情无关 但Sylvie在这次观看后 又发现了几个设计巧妙的细节 要知道一直以来 时间小姐都是一副 人畜无害的样子 所以所有人都很清楚 她是虚拟的 不可能造成任何物理上的伤害 但是请注意看这里 他们居然被虚拟的时间小姐 步步紧逼 退无可退 几乎都要贴到大门口了 那么假如我们先不考虑 时间小姐是虚拟的这个因素 在正常情况下 作为战友的两人 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从时间小姐的左右分开 将她围住 但当时情形却并非如此 这就看出了 他们两人此时此刻 在陷入恐惧的同时 还是无法相信对方 而之前一直以为没有任何威胁性的时间小姐 此时却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立刻明白 时间小姐能随意穿梭于时间管理局 虚无之地和时间尽头 到达两人穷尽一生才能接触到的地方 只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 它一定不仅仅是人工智能那么简单 所以时间小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目前官方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甚至有一段时间 她居然突破了第四道墙 与死尸的扮演者Ryan Reynolds聊了起来 这更增加了她会出现在死尸3的电影中的可能性 然而就凭她在影集中 似乎对什么都了如指掌的表现来看 甚至连幸存者康都要用she这个单词 而不是it来称呼她 就足以证明她的地位不一般了 那么同样在这里 时间小姐身后的两座雕像 他们的面孔其实是两个时钟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 但是十万想说的不是这个 仔细看他们的双手 左边这座雕像 手心朝上 像拖着一个什么东西 而右边的这座雕像的手 却正好相反 手心朝下 似乎拎着什么东西 那么十万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我也没看清楚 他们手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网上也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话题 如果哪位朋友知道的话 请在下面的留言区告知十万 在这里先谢过了 说到虚无之地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金字塔 尸身人面像 还有巨石镇 这些都是被时间管理局 抹除掉了的时间线上的产物 当洛基一行人 经过这两架坠落的直升机时 我们清楚的看到 其中一架上面 有着萨诺斯的名字 这是直接从漫画中摄取的 是萨诺斯来到地球 夺取宇宙魔方时 曾用过的交通工具 不过十万想说的细节 并不是这个 因为这个已经明显的 不能算是细节了 十万要说的 是在这一幕发生前的几秒钟 在这个画面里 我们可以看到 左下角是黄山客的头盔 远处还有着一组建筑 而这组建筑 看上去怎么那么像是 奇异博士中的至尊圣殿 卡尔玛塔什 接下来 十万再和大家分享两个细节 严格来说 是不容我们忽视 其重要性的两个情节 相信你看完之后 也会跟十万有同样的感触 这两个细节都发生在 Lamantus这颗星球上 此刻的洛基二人 面临着随时会被陨石击中的危险 他们必须尽快赶到方舟 逃离这里 而这座城市 则是前往方舟的必经之路 两人要横穿这座城市 才能抵达方舟 所以这场戏 早在初期就设定 必须要一进到底 城市内的各种元素 都是导演组精心布置的 与地球上 甚至整个漫威电影宇宙中的 任何地方都不相同 城市被涂上了黑光漆 这就让建筑本身成为了光源 再配上这些精致的图案 在光照下 呈现出奇妙的效果 甚至给人一种 像是悬浮在半空中的感觉 尤其是在晚上 漂亮的光彩炫目 那么十万为什么 要与大家分享这个细节呢 主要是因为 这座城市内所有的一切 包括建筑都是剧组在摄影棚 外场的空地上 一点点搭建起来的 用到的人力 物力 资源相当庞大 以至于演员 Tom Hiddleston都必须承认 这是他见过的 最令人惊叹的场地布置 而这所有的一切 在观众眼里 仅仅只是三分钟的 电影情节而已 还好这场戏 导演组决定一进到底 确实很对得起 那些耗尽心血的 场外工作人员 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看这段 现在你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 那么第二个 不是细节的细节 其实是解释了一个 一直以来都令史万头疼的问题 我相信 初次看这部影集的观众朋友们 也都会和史万 有同样的一个疑问 就是女洛基 Sylvie的Nexus Event 究竟是什么 那么对于这一点 史万首先要说一句 自己反应有点迟钝 以前竟然错过了 这个重要的细节 不过这一次 史万终于可以负责任的 对自己说 她的Nexus Event 找到了 与其说是找到了 不如说 影集中早就一五一十 明明白白的告诉了我们 这一幕发生在 Sylvie和洛基 在Lamantis上 触景生情的对话中 所以答案就是 她的出生 本身就是一个Nexus Event 它本身就不应该存在 在初期洛基协助Mobius 一同抓捕女洛基Sylvie时 他们来到了未来2050年 一个世界末日的场景 其中发生了一段剧情 是Sylvie附身到了 时间管理局的员工 猎人B-15身上 在这一幕中 我们看到 她的头盔上 有着看似奇怪的刮痕 经过调查 史万发现 这些刮痕 其实是数字 代表着 她曾经杀过了多少人 那么接下来 就是这一期的最后两个细节 也是史万认为 最重要的两个细节 其中一个 是史万很早就有的疑问 但一直都没有讲出来 而另一个 则是经过一系列调查后 才发现的一个重要细节 首先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没有讲出来的细节 洛基因为拿走了空间宝石 创造出了一条新的时间线 但是正当他为此兴奋时 时间管理局的人 找到了他 并将其擒获 虽然他也曾一度试图逃跑 但是在这个时间 都不能以正常的数字 来恒定的管理局中 他所做的一切 都只能是徒劳无功 在等待审讯的等候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墙壁上挂着的时钟 有好几个时针 分针和秒针 也就是说 在影集仅仅开始十分钟 导演就已经明确的告诉了观众 在这里 时间的运作 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 在这里 时间除了朝一个方向运行之外 还多出另外一个 甚至多个属性 和我们所知的宇宙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维度的 那么同样的时钟 在影集最后一集的结尾 也出现过 让我们继续回到等候时 在观看这场戏时 不知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感到有某种压抑感 如果你也感觉到了 那就对了 这是因为这里的天花板 要比时间管理局 任何地方的天花板 都要低 所以会呈现出一种压迫感 压抑感 同时天花板上 一个个圆形中间的灯泡 也像是一双双眼睛 正在监视着你 在此 十万真心想要感谢那些 来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我能坚持到现在 不能说是全部 但至少有九成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的支持 那么这 就让我们来到了 本部影片中的 最后一个细节 从等候时 进入审讯大厅的洛基 没想到等待他的 竟然是被消除 还好在这危机关头 Mobius救下了他 把他带到了一个 可以观看自己后半生 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家庭影院中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观看电影时 我们作为观众 经常会伴随着剧情的发展 露出各式各样的表情 但是前提 就是要在大屏幕上 看到这一切 可是你知道吗 当时拍这段戏时 洛基的扮演者 Tom Hiddleston 根本看不到任何影片 也就是说 他看到母亲离世时的 痛无欲生 看到自己被杀时 所露出的灵魂冲击 等等等等 都是他对着一片空白的墙壁 所演出来的情绪以及表情 当时导演Kate Herron 仅仅是在一旁口头叙述 我们现在要播的是这个戏 我们现在要播的是那个戏 而Tom就能做出 如此精湛的表演 实在是了不起 不得不承认 尤其是当他看到自己 被萨诺斯杀死时的反应 实在是太真实了 十万到现在也想不出 如何才能把这份情绪 诠释的更好 我相信只要看过这部影集的朋友们 应该都对这一幕印象深刻 但就是因为这短短的三秒钟 让观众朋友们深信 从这一刻起 洛基变了 而今天的视频 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